第一百一十二回,萬提揚塵,鐵羽紅上驅秀陣, 孤身凡險,靈若二寶返先雲,人應聽了金蟬之言,亡問何故, 金蟬便將清井月封鎖,被寧願無心惡畏,由該時七獸劍出世之時, 彼時眾人驅在青鵝未歸,被他遁走了一口,後來問起子仙, 所說劍光與人應所說相似,以及妙一夫人簡貼之言,一宗說出, 少和尚道,若論那七獸劍中的青蛇劍,修時頗為容易,後來我和大獅子入月, 去修其餘五口,卻是那般繁雜,只不知這口如何,要和那五口一樣, 我們三人不定能不能修喊,且不管他, 這劍原為三次我未鬥劍破妖人五毒之用,不能缺少,既經發現,關係重大,現在就去找吧,說吧, 仍由人應領路,把全動極隱備之處,一齊又找了一片,然後再互相分頭搜尋,別人不說,如有寶光, 雖門不過今時不為眼,結果仍是一無所獲,既知是七獸劍中之一,三人也肯死心,即找到第二日清早,恐怕英勤等要來, 彼此相左,才廢然停守,一同出動,又笑和傷和嚴人應在凍前守後,著今閃順他二人來路, 飛身形上前去,到以美五初,果然英勤同了興雲並駕神雕, 摩孔村雲而來,今閃早在空中等候,連忙上前招呼,彼此都不及談話,由今閃引導,到了洞前,停雕下地, 任神雕自行飛去,見著少和尚與楊英,大家聚禮之後, 一同入內落座,今時不想起原聲,不由衝口問道:「大師妹,你不是將原聲也帶來了嗎?」 他呢?英勤說道,再也有提,連我都幾乎吃了大虧,他至今死活還不能定呢? 興雲笑道,你倆個說話,總是這般性急,像這般抹頭抹腦的問答,別人怎會清楚? 閃提你指正聽,由他從頭說罷,說時,無意中與人應目光相對, 以人都覺心中有什麼感覺,彼此都把臉一歪,被張過去, 這女英勤也將救如英男,涉險到肉之事說出,原來英勤哪日讀霸妙一夫人飛劍傳書, 允許他獨往往蒼山救回英男,唯有血成,早已關心,由家入門未久, 是尊敬許而這般重任,不由喜出夢外,急匆匆似別了形逼挨諸同門,獨自帶了一丟一緣, 升池電製搬直往往蒼山趕去,英勤至到臥味,一向隨著眾同門再迎逼挨修煉, 從未單身騎鯉長行,上次與若蘭騎鯉同飛青羅,虛時興高采烈,互相談小, 並未留神下面景致,兩次中毒大敗,殺雨而歸,又是指令用來塵番護送, 迷惱中更談不到觀賞,想起前程,時常氣悶,難得有這種機會,又在連日攻行精進之餘, 大可一時伸手,心中好不通快,身在雕背上穿雲如風, 憑臨下界,驚行之處,驅是崇山大村,一攝重江年嶺, 遠如波濤起伏,即往身後飛也此地退去,有時穿入雲層, 身外密魂,被雕翼仲破,緩緩因溫,滾滾飛揚,成團成水,隨手可足,偶然游戲, 日拍輕鬆去,欲籤展柱,似有行淚,轉眼又復化去, 子如涼潤,及自飛出魂外,腰腸清明,情輝禮空,一迫無濟,成郭山村, 色在眼底,毅跌削流,彷彿相似,頓角神與天迴, 空襟撞闊,迎著屁面天風,愈飛愈高興,嬌赤一聲,佛無帶了元星前走,看我追你, 一言虎筆,早已超出雕背,身見合一,紫紅冠日,質如聲飛, 神雕見主人高興,抑發埋龍精神,宿地觸隆相逆,如彈遠脫手,往下墜落,離地數實像, 宿由鎮雨高興,破空直上,一路閃展藤磨,風無龍牆,往前疾愛, 英瓊頸著我未珍傳,只認名劍,也只能追過平手, 指苦了元星,用兩條長臂,緊抱神雕刺根,不住口怪叫,主人快催上來,元星要跌死了, 英瓊明知神雕故事速拍,不由又好戲,又好笑,後來確見神雕翻騰震動,太過激烈,元星合得連眼都不敢增開, 欲心不忍,馬得一聲,蠢東西,膽子者摩小,一言未了,修劍光蟲上雕背,神雕見主人雙騎,闊翼展柱, 由復平如順水行走,只見腳下山穿,堵著飛蛇,鐵雨淋風,緊盛雕頂又無微微戰動, 雲畜非凡,元星才子鳥轉色,英瓊還盡自說他沒有勇氣,將來怎能和人交手, 元星那敢還言,只拿眼偷去前面,忽對英瓊道,前面網瘡山道了,神雕聞言,回望英瓊, 英瓊便照簡上所指道路,吩咐仙目驚動擾人,快往山音飛去,神雕點了點頭, 又往上升高了百十象,招舊飛行,元星見主人沒有了運意,才敢自意說話,不住口子及英瓊, 何處是昔日舊遊所經,前面不圓,便是哪斬耀所在,非行迅速,譚小鐘不覺飛過網瘡山陽,佔及山陰, 忽聽尖黎之聲,喜至山喉,仿如萬曉夫浩,狂逃澎湃,隱隱看見前面愁雲莫莫,慘霧飛飛, 視覺尖尖尖尖尖尖骨,寒氣侵人,英瓊駕著神雕,便往陰魂之中飛去,憑著自己與神雕兩雙神木, 仔細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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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 隱隱現出一座懸崖,崖根那處,旋起一陣陰風, 風中一股股黑氣,似開了窩的廢水一般, 骨刀刀湧沒噴潮,正往雕腳下無起, 神雕想是知道厲害,剛將身側轉備過, 那旋風已捲起萬千片黑影,從宵而上,飛起半空, 微一激蕩,便發出一種極尖銳淒麗的怪聲, 宿地分山,化成千百古風柱,分捲起滿天黑點, 往四面分山虛虛,英勤在雕背上微微被風中黑點掃了一片在臉上, 割著其冷刺骨,機靈靈打了個韓箭,取下一看,色如墨精,形同花反, 博比善逸,此雪飛雪,雖然觸手消融,微覺兵同麻木, 情之簡上黑箱定是此物,再看神雕, 圓星,君各自著了幾點,圓星故事哭冷不治,連那神雕也不著斗靈長明, 偏黑方子,不由陷自心驚,殺時間怪聲漸遠,風勢漸少, 下面景物略可辨認,才看出那艾貝爾山音,色黑如漆,窮幽極暗, 泉草略不生,艾根有一個百十張荒原的心洞,滾滾翻翻,直無客氣, 彷彿居師敦沙,乖獸符如,佛敏露章,欲吞天日,形勢險惡,令人目緣, 正要下去看個仔細,忽聽巨洞中大聲又起,神雕早有防備, 不等旋風黑箱從月中捲起,首先衝燒直上,這次飛得較高, 只見雕竹下千百斤風柱中墨青翻騰,飛花四淺,怪聲囂浩,漫角齊厚, 較先前聲勢環繞來德海人,英勤衰在風的上面,有時雕翼被風頭掃著一下, 竟各鐵與降臨都有啟抵雨不住,知道厲害,等二次旋風吹散, 重又衝埋下時,才及月口,三次旋風又起,徹者讓循環上下, 飛行了十來次,以英勤神雕的本領,竟無法在下面落腳, 幽雪在想入月救人,英勤好不著急,神雕被狂風擊當了一陣, 道不怎樣,原聲已有些監受不住,因為色彩在雕背上被英勤掃說過幾句, 不敢現出為難知識,須在強智之詞,上下牙齒卻不住在哪裏打戰, 英勤暗賞,這也難怪,它不過是一個蓄淚,通靈未久, 真比神雕受過真傳,道行深厚,簡上元雪趁寒風出月之際, 才能入月救人,看風勢一次比一次激烈,想必還早, 何不命神雕令去尋找元聖的子孫和那些馬洪下落,以備再來到玉之用, 想到這類,便將心意對神雕,元聖說了,又吩咐謹慎慎小心,又要惹事逃棄,元聖文言,正是求之不得, 騎著神雕,令命志去不提,英勤索性非身上空靜後,直等到正午時分,風勢才漸漸減少, 救人心急,不顧寒冷,缺計用尼塵番和劍光滬體,冒險衝入,主意打定, 恰好船風黑箱漸漸漸停歇,指月口還有黑氣,此洞中山全微微起伏翻滾,英勤先不使離塵番, 身與劍合成一道紫紅,從天下珠,直往洞外村去,飛臨洞口,割著那洞口黑氣景似千萬斤阻力,攔著去路, 畢竟止影兼不比尋尋常,被英勤嬌七一聲,混用員工,衝破千層黑青氛圍,入洞一看,指光影淚, 照見洞口內只有不到五六尺寬的石地,日受傷藥風殘,滿洞石頭都似水食松村,切錯鏟削,分如因此,過去這數赤地面,便是一個廣有百尋的無底深月, 黑分明明,其寒冷烈,人無法,這環視寒巨葉已出盡之時, 連英勤者搬身巨鮮筋鮮骨,多伏靈約靈丹,已有半仙之體,都覺禁受不住,不敢懷慢,便將尼塵番展開護身, 在汗嬌嬰南,乃有宗跡,深想,簡上言說他被妖道所算,入月變島,如今不見在此,萬一陷入無底深月之內, 淡生下去沉走,正在傷心昭急,忽聽月底隱隱又喜意聲, 洞外怪笑也彷彿由遠而近,搖傷呼應,敢喊,不好,躺如狂風歸動, 與傷埋出月,兩下甲工,萬一這番不能支持,豈不連自己壓葬身月內, 又欣簡上指定今日,時機稍縱即逝,想起英南,不忍就去,徘徊尖固,好不驚惶失措, 口中連喊嬌嬰南,毫無應聲,反覺愈底風口雷鳴,愈來愈緊,指光影淚,眼看愈內黑分愈醉愈濃,冷得運身直打斗戰,危機轉順將臨,心想,今日不將英南救出, 憂說對不起死者,屢次出山失敗,有何面目去見迎逼同患,不由把心一橫,咬緊銀牙,準備加劍光無其險,到月底探看一番, 有何面目去見迎逼同患,不由把心一橫,咬緊銀牙,準備加劍光無其險,到月底探看一番, 在洞壁上閃了一閃,回身一看,洞口黑分聚處,隱隱見有一道黃光退去,猛一眼皮見洞口左近地面上, 似有一個四五呎長短的東西龍起,通體驅避黑箱車末, 只一頭微微露出一塊白色,定睜一看,不由心中大喜,雨獲自寶,飛上前去,抱了喜來, 立角頭看冰寒,身體麻木,同時月外異聲大作,黑分已經衝起,知道危機一發, 不敢思豪懷慢,也不下再顧身上寒冷,戰兢兢者死亡生,架起劍光, 從洞口千層黑分中破空飛起,身材離地不過數十丈高下,忽見一道黃光直從對面飛來, 英勤懷中抱著一人,溫身冷戰,正愁無法抵禦,忽然又見一團黑影偏然下頭, 英勤懷中抱著指認劍光光讓開,以聽一聲慘叫,兩道光華同時閃著, 那黃光如溫星聚落,落下地去,回頭一看,那團黑影正視原星騎著神雕, 無著兩口長劍,發出兩道光華,以將敵人擊落,英勤因為救人要緊,自己須有番,劍護身, 應恐閃失,望哭,你們快來,神雕文聲回飛,英勤在彩雲擁護之中, 命往山羊飛去,行味偏黑,後面狂風大鑿,黑青車天,又是剛才陰慘氣象,不一回,飛過山陰, 尋了一個有陽光之處落下,一看自己周身,葉耳濕透,再看懷中英男,全身僵硬, 原兵數寸,包沒全身,只微微露出一寫口鼻,不由一陣心酸,流下淚來,急於想將英男身上兼兵發去,看看空前是否還溫,所行山陰山羊,一冷一熱,遠如隔世, 又直升下其中,陽光下不消片時,原兵化盡,現出英男全身,面容如生,指示顏色清白,雙目緊閉,上下牙關緊咬,通體僵截,解開濕衣一摸, 果然前空方全身,果然前空方全睡不溫熱,卻也不似壁柱足手冰涼, 知環有救,先將身帶領丹強叫開口塞了盡去,問起原聲, 知他子孫和馬洪驅受妖師之害,現存在兩處幽顏甲層之內, 英勤專注英男,不願將原聲帶來帶去,便命他暫留網蒼山,等自己救人回來,一同去到溫慾,匆匆抱起英男, 上了刁背,即往我未飛回,到了營壁崖落下,靈魂等見將英男救回, 心是心起,連忙接入洞內,這時應南復了丹若,一路上壽了和風暖日,至福以上,已不似仙是寒冷, 指四枝手足幻是冰涼,靈魂對英勤道,不料勤回景如此神速,將人救回,真是可喜, 據我觀察,必有更生之望,不過他在原精動,多受風傷之下,已動得周身麻木,失去之覺, 此時將他救回,五支精血驅已成冰,必然同苦非常,患是由禽梅急速去將溫慾到來,方可施救, 色彩非雷洞照師弟來說,你走後不久,便發現了人痕跡,著我留意, 事不宜遲,快去快回吧,英勤文言,急匆匆換了濕衣, 又恨靈魂要了幾納丹若,帶在身旁備用,見英男羞目緊閉,仍未醒,轉,抱著滿腹熱望, 而設備了眾人,架起神雕,直往往蒼山飛去, 飛到山陸,葉耳深夜,空山直直,四無人性, 英勤在雕背上直著星月光輝,憑虛下視,四外都視靜蕩蕩的, 什麼地方,妖師巢月是否昔日動苦,正想之間,已經飛到日裡救人所在, 按下神雕,哭了幾聲原聲,神雕也連作長名,驅都不見回音, 喊罵,蠢東西,一女雖不曾明白吩咐,難道就不知我回來,等在原處, 先在附近匹處找了一片,仍未找像,而設上了雕背,憑著神雕一雙神木, 仔細搜查,哪有些微蹤跡,觀看星色,以來天明不圓,一倒氣, 命神雕重右降下,唯恐離開後,原聲尋找不見,只得營在原處, 後至明天,再作計較,神雕放下英勤,便知飛走,指聖英勤一人,獨在岩石旁邊, 正在調色營神之際,忽聽遠遠風吹樹梢,速速作響,聲音由遠如近, 只顧盤算到肉之時,當時聽了,並未在意,入回功夫, 忽覺一股冷氣吹到臉上,當時不由機零零打了個冷戰,無法根根肉樹, 定精一看,離身三尺以外,暫定一個白東西,仍如初陵,想有赤許, 似人非人,周身驅視白氣笼罩,冷霧深深,寒氣雜人,正緩緩往自己身前走來, 這黑夜空山之中,看了這種奇形怪狀的東西, 英勤雖是一身本領,詐見之下,也不免嚇了一跳, 及自定精著時,才看出那東西一張臉白如死灰, 眉眼口鼻一片模糊,望著自己直噴冷氣, 行起爐來只見身子緩緩前衣,不見酒洞, 英勤雖是深山鬼味之類,姑娘他未必有多大能為, 一面暗中準備,且不下手,看看他玩些什麼花樣, 見他前進一步,自己也往後退下一步,那東西也不吉進, 仍是根定英勤,緩緩往前移動, 似這樣一進一退,若有二十多步, 英勤猛想起原聲平素極為靈敏, 怎會今日不在此地上後,莫不是終了妖物陷算, 不貴原聲新配雙劍,不給尋常, 賜者般蠢蠻,豈有不能抵禦之理, 又覺不像,想到這裏,忽然頸後又是一股涼氣催來, 回頭一看,也是一個白東西,於先前所見一般無意, 正在自己身後,相離不到二尺,一身手便可將自己抱住, 乖不得先前一個並不著急,只是緩緩跟隨, 原來是想將自己逼到一處,兩下甲工,陷罵,大膽妖物, 你也不知我的利害,竟敢暗算於我,說時遲,那時快, 那兩個白東西縮地身上槍槍響了兩下,風起雲湧搬圍了上來, 英勤早已防備,腳點處,先自將身中開,正待將身旁飛劍放起, 忽然見那兩個白東西縮互相扭作一團,滾張起來, 指覺冷氣侵人,飛沙走石,合抱操樹被他一碰就折,力量倒也著實驚人, 有時滾離英勤身旁不遠,竟好似不曾看見一般,仍在扭結不開, 英勤好奇,便停了手,正作旁觀,心中好生奇怪, 只不解這是什麼來歷用意,眼看東方已見楚色, 這兩個白東西縮時滾作一團,不分勝負,英勤不耐在看, 手指柱,指形劍化成一道紫紅,直朝那兩個白東西飛去, 指光影雷,只見一團白影一訪,中縮不見, 竟未看出事怎麼走的,天光大亮,神雕尚未飛回, 先以為神雕作日圓和圓星一路去尋星, 紅,必見圓星不在,前去尋找,及至等了一回, 雕,圓兩無蹤跡,不免著起急來,將身飛起空中,四處遼亡, 這時朝陽正漸漸升起,遠山形紫,近領含清,晴空萬里,上下清明, 唯獨北面山背後有數十張方圓灰氣沉沉,彷彿下無一般, 雕,氛圓中隱隱似有光影閃動,英勤年來公行精進, 已能辨別出一些暫笑,情之圓星失蹤,昨晚又看見那兩個白色怪物, 神雕一去不歸,吉空難測,附近一帶,中非妖人忽悦,也非善地, 哪團灰霧,說不定便是妖人在龍原去,想到這裏,便往哪有無知處飛去, 飛過北面山崖,往下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原來下面是一個極隱備的幽谷, 又想到下,何止遷沉,四圍古木深深,遮閉天日,哪無遠望上去, 還不甚濃,這時新林設近,簡直是百十條尺許寬, 數十漲長的黑氣在那裡盤繞飛舞,隱隱看見完星騎在雕背上, 無動兩道見光,在那裡左衝又突,神雕飛到那裡,黑氣也跟到那裡, 交組成一面黑望,將神雕,原星閘著,原星兩道見光有時雖然將黑氣揮團, 頗內那黑氣竟似活的一般,隨散隨散隨散,光被劍光衝散, 總又形成一條條黑色匹連,當頭就到,休想脫出重圍, 鷹群見鷹見鷹,願正在危急,心中大怒,不聞青紅造白, 也未看見對面了人全身之所,嬌齒一聲,原星幽急,我來救你, 一言未了,連人大劍,即黃黑氣從中穿去,果然掌眉真人連摩之寶不比尋常, 一道紫色匹連黃黑氣影旅樂一回場,便聽一陣鬼聲周周, 萬天黑暮,都發作陰雲四山,英勤心中大喜,精神勇氣為之一陣, 原星在雕背上殺了半夜,以殺得烈盡精疲,神魂顛倒, 只顧母那兩道見光,竟未看見主人到來,妖法已破,仍不停守, 患是神雕看見主人從空飛降,不住昂首長明,才將他經過, 同時英勤也非身上了刁背,忘問妖人何在, 原星氣喘如率地踏道,是兩個鬼小孩,就在那旁岩石上面, 英勤手指劍光,護著全身,從原星手指柱一看,半崖腰上, 有一塊突出險進岩石,石上放著一個葫蘆, 如愛什麽都沒有,不敢大意,先將劍光飛過去,指一妖間, 胡蘆裂成粉碎,近前觀察,並無什麽奇異之處, 情之原星色才只顧形敵,神之不正,又問神雕,可知妖人虛處, 神雕也搖頭表示不知,英勤無法,勿喘妖人之難而退, 必在陰處弄鬼,自己現在明處,不可大意, 或是暫時離去,聞明了原星經過,同妖忽所在再說, 正要命神雕飛走,原星望到,主人慢走, 他門驅在下面岩洞中呢?我們走了,一個也休想活命,求主人開恩, 救救命吧,說吧,將口潮下面長笑了兩聲, 不多一回,只聽下面一陣雜答之聲,震動山谷,陳土飛揚中, 先高高位矮中出二三百個大小聲員,後面跟隨著四五百隻馬紅, 一個個潮著上面英勤伏失開明,甚是依亂妻楚,英勤想起前程,頗為感動,便向懸狠狠, 昔日網瘡瘡身那些聲員,馬紅驅盡於此魔, 原星眼淚汪汪搭道,他們都被妖怪害了,聖的就指這聲, 有一些聲,昨日原星在兩處甲岩層裏將他們抓著,聽說主人前來, 又可待他們暫妖除害,歡喜非常, 不料昨日以為主人走了再回來,患得好久時候,又去和他們團聚。 大意了一聲,被擾人手下兩個鬼小孩看見, 跟在元星身後,引鬼入室,內捉他們,元星和他們打了半天, 被他們用妖法傳數趕到下面岩洞以內, 指元星像著兩口寶劍,順他們困住,他們卻沒法近前。 到了半夜,又被內中一個鬼小孩捉去十八隻馬熊和元星的子孫, 上邊難免一死了,他們須捉完星不住,可是有那黑氣咒住, 一刻也不能停手,只要被黑氣捉上一點。 立刻變倒,正在危急時候,遠遠聽見鬼叫,鬼小孩一聽, 連忙收了黑氣,將洞封住就走了,元星和他們合力去推,也未推開, 只得拼命叫喊,只盼主人聽見,趕來搭救,忽然動口響了一下, 聽見降雨在外叫喚,動口石頭也被他抓開,風洞的石頭並不大, 不知先前怎會推他不開,他們初見降雨都害怕,不敢上前,正想說明,換他們逃命。 那兩個鬼小孩業已飛了回來,未容降雨飛起,先放出一條條的黑氣, 降雨說主人以來,那黑氣是生魂煉成的妖法,他也怕前上走不脫, 幸而這兩口劍不怕斜污,叫元星快用劍光護著全身, 只要主人一來,便不防時,那黑氣真是厲害,看似空的劍著上去, 雖能將他著身,卻是非常費力,剛剛著身,又合攏成條, 急得原聲一面拼命抵敵,一面高喊主人快來,後來降雨說,聲音被黑氣揪著, 外面拼命抵敵,外面聽不見,除了主人自己甚來,只有到危急之時, 他拼著再轉一劍,自己頂上連的金丹,將他消化非去了, 後來元星實實支持不住,吹他快笑,他又捨不得,說主人定會尋來,實在危急再說,眼看氣力用盡,主人就尋來了, 英勤自經清羅兩次大難,比先前持眾,明知敵人不戰而推, 必有用意,現時處境,頗為危險,眼看著這摩多的聲, 雄,憑自己一人,怎能互著退走,即使僥倖走出谷去,聲元身輕矯見,長於中藥,還可命他們自行逆地潛藏, 唯獨那些馬紅,驅視旁然大物,又蠢又重,走起路來,提升震動山岳,最容易為人追蹤覺察, 妖師禮害,和那些星,紅在一起,起非及敵人一個絕好的標記, 如果夠出谷去,就雕開手不管,他們仍是一樣,要葬送妖人之手, 何必多此一舉,好生遲疑不決,只顧在雕背上尋思,那些星,紅景一齊然的哀明起來, 原聲更是不住誰淚開告,英勤不由動了測忍之心,欣賞, 簡上原有借助他們之言,且做到那裡再說,想罷,將神雕降低飛行, 命原聲手舞雙劍在前領路,自己在雕背上押對護送, 那谷甚是幽闢曲折,連穿過了兩個岩洞,才得出險, 且起後面始終無人追趕,那些星員,馬紅,想都被嚇破了膽, 出谷以後,只顧隨著原聲攀緩中藥,村臨過嶺, 非也此地往前奔跑,頭都不回,只搞得挨土滾滾飛揚, 提升動地,英勤架刁橫翼低飛,足率這些威猛無啪的收隊, 軟然中軍主將,鐵與靈虛,英華絕世, 看紅在首,隨袖林峰,顧攀志豪,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盡領崇江, 幽谷大闊,前路欲盡,忽見原聲領著聲, 紅景往一個墨林之中穿去,臨後逼張摩空,逼立萬丈, 彷彿無路可通,神雕已停飛不前,英勤暗賣原聲, 蠢東西,色彩經過許多隱癖之處, 卻不藏躲,我當你有什麼好所在, 卻跑到這樹林以來,人家就尋不見魔, 正要呼喚原聲近前來問,只見物臨中一陣騷動過去, 樹梢清熱起伏,遠如必浪,以聽秀提搭在殘葉上面, 沙沙作響,與之幹摩擦燒燒燒雜雜雜之聲, 匯成一片,傾黑之間,風色樹靜,所有聲, 紅都沒了蹤影,英勤心中奇怪,嬌赤一聲, 原聲後往,新早離了刁背,非新村臨而入, 物臨盡頭,便是色彩外面所見超壁, 一片雲城,並無動月,星,紅一個不在, 猛見原聲從一個藤內染複的崖逢中轉了出來, 英勤學問,這類是什麼所在,哪些星, 紅何往,他們既受妖師之害,可知那妖月在什麼地方嗎? 原聲答道,這類是個危恐,裏面有一地月,甚是廣大逼靜, 自從那年原聲因彩果子發現,還從沒有人來過, 今天因為事在緊急,北山須有幾處地方, 都被那兩個鬼小孩手騙,難以藏身, 所以才帶了他們來此潛伏,那妖師巢月, 便是昔日主人斬完山燒所居的山洞。 昨日主人走後,他們已對原聲說了詳細, 連主人昔日命他們留神尋找的寶貝, 也被曉師得去,說起來或長,曉師向來不出動, 那兩個鬼小孩卻要防他們跟蹤尋來, 帶原聲去對降雨祝福兩句,請他在妖月附近空中巡視防備, 再請主人到地月裡長說如何? 英擎文言,點了點頭,原聲便去祝福好了神雕, 會自崖前,將崖崖根製一盤百數十年古藤揭起,請英擎入內, 英擎見那人口處是四五呎方圓的一個洞月, 黑影中彷彿只有兩將四五呎深便到了盡頭, 迫上盡視台線,觸手濕潤,山石錯落高下,甚是難行, 不似有多大容積,入內走不兩步,原聲已將風洞古藤還原, 越過英擎前頭領路,走離盡頭橫有三四呎光景, 忽然回身,又走兩步,往下一沉,便即不見, 英擎更前一看,原聲降身之處,乃是一塊突出的大石, 如從地面上看過去,舉步便到了盡頭, 須由石上越過,回轉身來,才看出那石跟腳環有一個三呎大小孔洞, 通到下面,洞柄不直,形勢彎曲,上人至此,需要翻身轉側,前空貼石,滑流而下, 否則即使發現者洞,也當他是一個石上死竅, 用洞西試探,觸手可以見底,難知裏面盡有深夢呢? 英擎見那洞只能蛇形而入,索性駕起劍光, 春鳥盡去,初盡去時,那孔洞與螺旋一般, 有的地方石似西利,優險絕倫,有的地方石潤如油,滑不留守, 優雪常人難治,就連元星也是連滾大流而下,轉過兩三次彎環以後, 越走越寬,願星已能立起身來,由行下且行有半里左右,才將這勇越走完,到了平地, 猛見極薄一片像許歡的光華,直射地面,仿如一張數百像長銀光簾紙, 至天水下,定精一看,出口之處,乃是一個廣躍素景,天然生就的地月, 四外區被山石包末,紫月頂有一條像許歡的裂縫, 陽光便從此處射入,以聽壽色幽幽,聲如潮涌,光幕之下,照見前面千百條黑影,在哪裏左右徘徊, 英庭才一現身,那些聲,紅祖公地候了一聲, 爭先恐後,跳蹤過來,來英庭身旁赤許,紛紛拍跪歡呼, 英庭急於要滋擾絲絲底細,不耐煩囂, 吩咐原聲命他們退散開去,不許喧嘩,原聲領命,厚了兩聲, 這聲,這聲意受真也聽話,嚇得一個個垂手貼耳,輕輕緩緩緩散過一旁, 指微微一陣鬆過去,即便寧靜,原聲又領了英庭走入側面一個粒凍之內, 尋了一塊石頭,用手忽式乾淨,請英庭坐定,雪道,那妖絲的凍,主人昔日曾經絕過, 離剛才原聲被陷之處,不過二十餘里,因爲主人這切所行方向不對, 未曾看出,那洞內先前盤居過兩個山蕭, 自被主人隨去,本山聖,紅變成了一家,那洞本內甚大, 主人去後,因爲行時吩咐,還有在來之言,想起因得, 亦法不敢無故相生,同居一處,甚是相安,因知主人愛吃那豬果,以爲別處還有, 他們每日吃飽,便去滿山尋找,數月前在原生豬果的一個崖洞之內, 居然找到一豬,他們知道那豬果如不採摘,永遠不落,每日總有數十星, 雄在洞外輪流看守,不多幾天,忽然看見前回從天上飛落 使用見光雙了幾隻馬紅的姑娘,還同了一個女的, 飛落在那先前生豬果的大石上,馬紅雖然既恨他昔日殘殺同類之仇, 只怕他非見禮害,不敢上前,起初以為他也尋找豬果, 後來見連那豬果樹下大石都被他翻轉,又用見光在周圍滑土尋找,才知不是, 此時,豬果也沒被他發現,他依然由早起來,找到天黑, 甚麽也沒找見,忽然竟往洞裡走去,和主人先前尋找寶物一樣, 用見光到處搜尋,滿洞聲,紅都被嚇跑,且起這次一個驅眉傷害, 只在洞中連住了幾天,有那膽大一點的聲源,上去偷看,見他二人全都面逼而坐, 手裡不知拿著什麽東西,放出一道光滑,照向壁上,也不知是什麽意思。 第三天,又有聲源前去偷看,哪棟已被他們用光滑將石壁打通, 新發現了許多石塞,還有一層天井,那兩個女子又滿處搜尋了一陣, 最後忽然潮著主人昔日在洞裡坐我的那塊大石打起坐來, 兩人四手,不住在石上摩擦,只擦得光滑閃閃,火星直霧,火光石到那塊大石上面, 沒有多小事神,聽見石頭沙沙作響,石灰紙像下雪一樣紛紛飄煞, 從石裏也發出一片半黃半青的光滑, 先是由青黃轉成深黃,又由深黃轉成紅紫,尾厚又變成深紫, 石頭也由口而波,又大而小,忽然又是一亮,由石上閃起三呎來高的紫色光炎, 那兩個姑娘好似非常喜歡,正在同時伸手往那髮紫光的地方去取時, 縮地一聲像野貓子般的怪笑,平空延出一個四五呎高, 塌鼻突口,紅眼綠毛,一身膚骨,滿嘴白牙外露的薑屍, 那兩個姑娘只顧注定石上紫光,起初絲毫沒有覺察, 那薑屍突然出現在大石旁邊,一照面,變像懷女取東西一般, 先將那髮紫光的東西伸手搶去,那兩個姑娘又驚又氣, 手一揚,飛出兩道清光,直朝那薑屍頭上飛去,那薑屍怪笑一聲, 把嘴一張,冒起一道黃煙,當當兩聲,清光落地,原來是兩口寶劍, 那兩個女子一見不好,內中一個不知拿出一個什麼東西, 火光一亮,同時飛走,行得那薑屍頸上索著一條鐵鏈, 雙腳底下又套一個鐵環,挑起身來,追了沒有多元, 鐵鏈二進,只好落下,急得他兩手扯住鐵鏈,又咬又叫, 吸沒法去龍斷他,在氣氛頭上,不知怎的,被他飛起身來, 用那雙膚繡如柴的手臂一撈,捉住了幾個星員和馬虹, 當時被他咬團煙後,吸血而死,只有兩個伏得最遠的星員, 得逃活命,逃出對大眾一說,知道棟裡出了妖怪, 比以前山蕭衰少,卻厲害得多,偏偏他們在棟中住慣, 覺得哪裏都沒有這個動好,覺寫不下,雖不敢當時回去, 過了兩日,腦斷不了前去規探,想趁薑絲隨時報仇, 有一次去了三個星員,兩個馬虹,剛到洞口,便被薑絲看過, 追了出來,居然逃回了一個,才看出殭屍那條連只能長能短, 是他黑星,只能追來洞口十丈以內,任他掛叫掙扎,也不能再長,一到盡頭, 臉上便發出火星,燒得他身上綠毛枯膠腥臭,枉字著急跳叫,只好回去, 可視他口中黃煙尖上便死,如非他頭上有條連只,那些星, 紅都要被他害盡了,後來去一個死一個,去兩個死一傷, 實在無法近前,個個膽寒,也都不敢再往洞裡去了,過沒多日,洞裡又多出兩個小孩, 亦是薑絲手下,想得到和生人一樣,不過他們授了薑絲傳授,頭上有沒有所念, 自從出了這兩個小孩,全山聲,紅便遭了大漾,也不知他們使什麼法術, 只將手裡那些黑氣放出,聲,紅藍著,便被捆上,隨著他們走,先還視每日出來, 捉上三兩個,公薑絲吸血,他們吃肉,隨後簡直是見了就足,不拘多少, 還算他們每次足聲,紅時,都有一定遠近,只需逃出他們暫立之處半裏以外,便不妨是,他們也不來追趕, 單將離他們接近的足去,因此才無被他們絕種,終聲,紅藤來逃去, 很容易逃入兩處崖甲層旅去,苟然殘喘,有半個多月,沒有受他們傷害,直到作日主人大元聲到來, 尋見聲原和馬紅,才知走後幾被他們害死了十成之七,被捉去的聲,紅,僅僅在半雨突前途回了一個,據他說起洞中情形, 那僅僅在半天,每日在洞中指磨那條蓮子,卻命那兩個鬼小孩出洞到處去搜尋野獸, 捉了回去,不存是餵吃,每次總挑出七個,用口中咬火燒死,將那燒出的青煙,收在一個葫蘆以內, 那兩個鬼小孩需視他的手下,他並不放心,每次命他們出洞,也用一條黑煙繞在頭上,回洞再由他收去, 大約有一定長短,走過了頭便不行,所以他們不能離洞太遠, 這日共被他捉去了十五個,頭一天燒死了七個,第二天照陽燒死七個, 只剩下途回來這一個,原被薑絲用黑煙捆住,最後動地越內不絕開號,以為准死不活,萬不了妖怪也會發善心, 另外一個從沒見過的小孩忽然走來,手上拿著一口黑月月的小劍, 上面發出烏光,枉菌的地方一指,便將黑煙挑破,放了出來,途時走過前洞, 見將絲和那兩個鬼小孩驅都不在洞內,滿洞盡是聲, 紅的殘枝碎骨,血肉狼藉,消化成灰的更不知有多少,原聲自是傷心, 彼時因主人要救如姑娘,急於迴轉惡眉,不及細說,等主人走後,又去尋找他們, 不料有一個鬼小孩中途跟上原聲,到了地頭,便被困住, 差點連原聲都遭了毒手,恨得主人趕到,才而得活命, 因見兩個鬼小孩懦懦懦懦懦住人,不敢露面,又知他們自有黑烟驅暑, 昨日雖然比往日離開耀洞演員遠得多,如往這裏來,雙夾有二百里山路, 他們沒有僵屍吩咐,缺來不了,又是擾路走的,環穿過幾吋崖洞。 只要他們不從後面偷偷跟來,再也看不透我們的去向。 何況還有主人保護呢?百十年前,本山原有一條山龍,甚是凶惡,尊吃野獸。 這地月便是當初先人順龍之所,原星出生不久, 曾見這龍大百日女從色彩入口處破壁飛去。 一則地太隱秘,二則有龍盤居,先是從目感到這崖前來的。 年深月久,那龍也不見飛回,原星才感到崖前臨中彩果。 那年春天彩圖子,落了一個在崖壁下面,揭起藤羅尋找,才發現那歷口。 一時好奇深入,尋到此地,當時不甚在意,自隨主人們學習內功。 猛想起這地月環有多小奇處,恰好他們受殭屍侵害,無處全身,引到此地躲避。 最好不過,即使被薑絲尋到,不知底細,也盡不來, 只是昨晚還給一個鬼小孩捉了許多星。 雄去,至少捉到便須死幾個,如下的也要一日燒死。 只望主人趕來徐曉,救他們活命了。 說吧,跪了下來,應勤聞言,只管盤算如何對妖師下手,還有三個妖童,驅甚麗害。 這些星,紅耳視望映而逃,簡上所說借助他們,想必便是從元星口中得知這些底細了。 既說道欲,當然還需忍避,且等自己前去探個動靜再說,便向元星問名了路徑,正要由元路出動。 原星道,主人既不要元星同去,這地月後面有一條窄路,轉過去又是一片粒地,被這外面還寬,生著許多花草野果, 盡頭處是個甲層,兩崖堆立,高有百丈,有一天窗,直達崖頂,因爲太高抬斗,沒怕上去過,想必通著外面。 主人,主人何不打哪裏出去,順便看看景致,英勤命願星領路,由石逢中豬鳥出去,果然是一片粒地, 黑琴中花影抬斗,時文宜香,酒有數十丈遠近,到了甲層,兩面超碧削立,寬才數尺,黑琴陰心,異常優險,佔行佔窄,忽見路旁迫想,有二尺方圓白影閃動, 抬頭一看,已到崖窗底下,上面窗口物業加蒙,隱約指露眉光,當下寫了元星, 加劍光飛身而上,越往上升,窗口光影越陷,轉角窗口並非出路,正在心中奇怪, 猛一回身,撇見側面環有一江岩隙,色彩那團白影,竟是從這隙口漏入,隨即飛將過去一看, 果然是個出口,隨意用飛劍將極外騰落石去,以便出入,畢竟心中好奇, 還放哪崖窗不過,重又回身,幻想從崖窗上面飛出,近前者劍光一看,哪有洞口, 崖頂石形挫窗,一條一條的心是分亂,色黑如漆,並非之溺,陷喘,剛才在下面明明看見這女物業加蒙, 怎麽到此反不見有什麽恐章,心中惦記黃妖月貪汗,不願苟然,正要飛身回轉, 忽見頭上光影微微一閃,照在石頂條紋上,彷彿之葉閃動,和先前下面所見一樣,轉眼消逝,情知有意,急忙定精細看,忽然有事一閃, 才看出那光影視從側面粒柱一個石縫中反石進來,不假思索,指揮劍光, 竟往那石縫中射去,一道紫紅閃過,碎石分離,渣渣兩星,震開石縫,連人帶劍, 飛張出去,落在崖頂上面,以盆猛聽而擊一聲,一道烏光臉柱,面前站定一個青衣少年, 懸臉被封封閃,面如冠獄,封臣挺瘦,此大驚義之容, 英瓊九文靈魂等常說意派劍光,顏色大刀攀薄不純,離不了青,黃、灰、綠、紅珠色,這隱用的劍光, 巫中戴著金色,雖未聽見說過,姑娘不是什麽好人, 由家者女來妖月須有二三百里,並不算遠,色彩率領星, 紅圖頓,難免不被妖人跟蹤必來,來人年紀,至多不過十七八歲, 穿著翅爭飛道,赤足忘鞋,也與元星所說鬼小孩相似,一時情急,見面不由分說, 嬌七一聲,大膽妖孽,敢來窺探,一言未了,手指柱,一道指紅, 積朝那青衣少年飛去,那少年圓懷著一土皮心事,突易到此練習劍法,正在得心應手之際, 忽見地下石鳳鎮開,飛起一個美如天仙的紅衣少女,以四仙客鳥一跳, 及自定精一看,來的女子正和入前仙人指示的一般, 心中大喜,子虎於說不出口,正在上前用手招呼,那少女以嬌親滿臉,指揮著一道指紅,即往頭上飛來, 情之危險,亡將哪日仙人所傳劍法,將手中小劍飛起,一道烏光,將紫光形過正像, 鬥將起來,這少年來歷,後文字有交代,且說英勤滿意為止應見天下無敵,少年怕不伸手易處, 誰知敵人並非弱者,哪道見光烏中帶著金彩,閃爍不定,與自己指光糾結一起,暫時竟難分高下,暗想, 遙師藏之日如des!喆師手下如虛,已性如此難性,兆時獸如逾曰、細孤立薄, 細孤力薄,豈不更難,不猶又急又傲。一面流慎看那少年,也不張口說話, 只管朝自己用手比劃,恐他另用鳥法。 又和以前一樣吃苦,將腳一頓,飛身上去, 用我未真鑽,身見合一,迎敵上去。 那少年先見紫紅妖嬌,遠如飛龍,甚是害怕, 及見自己烏光竟能敵住,勒放歡心,正用手比劃, 招呼敵人住手,忽見敵人飛入紫光之內,身見相合, 憑空添了許多威誓,自己須成日前先人傳授身見合一之法, 只是尚未學會,敵人又不知自己心意,一個失守, 立刻便有性命之憂,機會到來,又捨不得就此遁走, 只得停了手勢,醉精會神形敵,仍是不知, 漸漸覺著自己劍光芒彩鈍減,再不逃走,眼看危機傾黑, 無可奈何,禁忠嘆一口氣,將手一招,收回飛劍, 這頓光便往後路逃走,英勤一向趕盡殺絕, 指認劍則若閃電,遙是少年萬分謹慎, 且的且退,就在修劍頓走的當兒,還被指光飛將過來, 微微掃著一點指望,指角頭上一量,情之不妙, 非喜慈一摸頭上,後腦法制已掃去一大片, 黑得亡魂皆無,不敢再顧旁的,吹動頓發, 飛升聚落搬逃命去遼,英勤哪裏肯寫,亡架劍光隨後追趕, 眼看一道黑煙中含著一點烏光,被閃電還快, 往正北方疾遲而去,追過兩三處山聯,忽然烏光一隱, 便無了蹤影,上面壁空無魂,下面須有波陀,也無藏身之處, 又未見烏光下落,不知被他用什麼法而忍去, 仔細往四外一看,晚照如下,影得四外清明,正北山後面如下無一般, 灰濃濃濃濃濃躁了二三里方圓地面, 飛近前去一看,頗與元星所說地形相似, 岸見光落下,沉著元星所說的石洞窄徑, 飛身盡去,越走路越低,往下轉了幾個彎曲, 各著方向右邊往回路,行未多時,已將窄徑走完, 看見缺口外面天光,坐一出口,便是昔日如見飄渺而石明珠的大石下面, 知道已到舊遊之地,那大洞就在旁邊不圓, 連亡念了劍光,略沉了沉氣,世一變形,洞前風景, 依稀仍似以前一樣,心想,偷渡忠時黑夜的時, 自己又不知溫慾形象,天已不早,索性等到天黑,再行入內, 先看明了溫慾所在,能下手變道,不能再退出令打主意, 這時太陽已被高峰隱蔽,滿天情彩,將近黃昏, 眷了在天際成群結隊飛過,色彩所見灰色濃霧,已不知何時收去, 風聯插雲,超碧參天,山環水浦,岩阁休奇,洞旁六樓高懷相, 知了一帝一聲叫喚,明星闊耳,花草重挪,隨著晚風飄乎, 越顯清淨優麗,令人到此意願神田,誰有料到這道區古洞中, 還潛伏著一個窮空極惡的妖師,危機止尺呢, 英勤想好了主意,便將身引入缺口以內, 待時而動,身材立定,忽聞人語,小小探頭往外一看, 由側面大洞中,走出兩個又同打扮的人來,及至近前,西漢容貌, 一個生得炮頭塌避,鼠耳英衰,一相三個怪眼閃閃發光,看去到此年紀不大, 哪一個生得呼秀如柴,頭似狼形,面色白如死灰,鼠目應準, 小說也有三秦上下,都和先前所見清衣少年一樣, 道蒲長子及膝,袖子甚短,頭疏同計,赤足亡階,英勤暗傳, 據袁聲所說,妖師手下已有三個妖童,這兩個妖人,雖然生得短矮, 並非妖童,照這樣推測,動中妖師,正不知有多少黨餘,自己孤身食險, 道不可以大意宴呢?正在沉思之間,那兩個妖人以酒至缺口左面一塊盆石上, 挨逐坐下,交頭細語,英勤伏在缺口左面,心想,如在暗中下手,將它們除去,枉字打草驚蛇, 不如先從這異人口中探一些虛實,便輕輕向左而了兩步,正當異人身後,雙甲不過數尺, 雖是草聲低語,也聽得清楚。 雖然以為素肯定的 vantage點,要直接提供給我,